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非凡股市周报 在过去这一周 台北股市再度缔造家机 又刷新了历史的新高记录 而刷新高之后呢 台股到底会不会继续往上冲 这个多头的牛局 会不会延续到明年 2021年的牛市做梦行情 现在还是一个布局的时间点吗 而至于在产业当中 当然我们看到电子股 第四季哇淡季不淡 尤其我们看到了华为 在面对了拜登入主白宫之后 会不会美国的态度 对中国对华为开始有一个转变 而现在从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 华为的松绑令 好像开始看到了一些迹象 那台湾相关的概念股 是不是真的能够逃过一劫 或者是说转单的效应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稍后来进行追踪 而至于在散热族群当中 第四季好多的亮点 营运的基本面的 未来的产物业前景的 是不是对于营收 真的相对有保障呢 这都是我们今天晚节一个小时 股市周报的节目当中 要跟大家来探讨的重点 我们先来欢迎现场三位来宾 首先来欢迎的是柯梦聪 柯瑟 柯瑟你好 小玉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台股就要拜托他了 台股节节创新高 但是空手的空单的怎么办 再来请教的是陈杰瑞 杰瑞你好 小玉好 大家好 杰瑞今天要针对了华为 最近一连串的动作 一下子是切割他们的手机品牌 卖给别人 一下子是对于整个美国之间的禁令 开始看到了一些转环 那这当中所谓台湾华为的概念 鼓鼓炸能不能够成为浴火凤凰 再来请教的是苏建峰 建峰你好 小玉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建峰今天要带大家来看一下 散热在第四季当中的亮点 哇 好多人最近换了新手机 说跑的这个速度 整个这个手机发烫的速度 似乎真的开始有一些随着5G而改变 所以散热的商机是不是真的越来越庞大 过去一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当然就是台股再创历史的新天价 而且就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带领 台积电一举冲上了500块钱的整数大关 但是撑高之后开始又出现了一个消息的横向区间震荡 那最主要当然是收到了疫苗 陆续传来好消息 美国的多家药厂现在对疫苗的这个有效度 哇 越来越高 几乎都高达九成以上 所以大家要恢复正常生活的日子 是不是真的越来越近了呢 而现在在整个亚洲经济圈当中 有中国主导的RCEP已经正式的签约了 那在个诞生的情况之下对台湾哪一些产业 不会受到影响 但是有谁会受到边缘化的效应 这个部分当然要持续的来进行追踪 而讲到华为 华为现在切割了他们的荣耀的这个品牌 卖出去了 卖出去之后 这个小宝宝到底能不能够生得越来越好 而台湾的部分资金钱太多了 烂头寸或者是台商回流的资金 真的是烟角木 所以看到了央行现在在盯着房市的这一块 是不是有过度泡沫化的危机 找业者来喝咖啡也好 长额银行的贷款也好 到底央行下重手的程度有多少 这都是在过去一周台股整个经济大环境当中的重点 好 我们先把CASA请到机面前来 来帮我们看一下 已经创了历史新高的台股 我们来看一下日线图 日线图在过去这一周以来 的确金金涨只有在礼拜五出现了压回回测 短期均线的震荡 所以这个多头的格局搭配量能来看 还能继续上工吗 对 那还没有出现空头讯号 那这一次就是跟小宇讲的一样 就三咖行情 咖空手 然后这个咖空头 这个整个行情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事实上这个已经是台股超级强势了 那现在这个整体来讲的话都已经 这个市值都突破40兆 你看从这里突破缺口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已经经过四个所谓的跳空缺口 到目前来讲的话 这里虽然有整理一下 平台整理一下 但是它没有出现 第一个没有出现居量长黑 第二个没有出现向下的跳空缺口 所以说未来来讲的话 尤其是下个礼拜或这一两个礼拜来看的话 就是这一个是量大不涨的时候 另外第二个是出现下下的一个跳空缺口 因为它这里来讲的话 如果有向下的跳空缺口 这里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捷径缺口 那往下走来讲的话 就可能会变成一个所谓倒撞缓转 大家要小心一点 那以多头行径的一个过程当中 就是说你要注意到 就是我们再放大一点 这里几乎譬如说我们这里还是新高 就突破这里的一个新高 如果三天来讲的话 没有突破新高来讲的话 那可能也要稍微稍微小心一点 要是又进入一个盘整 要做一个修正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那我们下面再带一个KD值 事实上是相对强势 那这里来讲的话 很明显的 它并没有背离 但是它是出现一个所谓顿化的一个现象 所以说我们未来这几周 我们在掌声的过程当中 就是留意看看头部有没有成型 那留意一下头部的一个讯号 那另外来讲的话 我们看一下周K线图 那以周K线图的一个架构来讲 真的也很厉害 我们把它缩短一点 很难得出现两个 周线要出现跳空缺口 所以我就是星期就大涨 那以目前来讲的话 哇 真的很厉害 你看这整体下来 几乎没有什么缺口 就是说从8523上来来讲 几乎很少会出现周线的缺口 但是在这里来讲的话 我想我整理了16周 我们上次有算过 这16周 那表示这里的一个筹码完全消化 那出现来讲的话 往上走的一个格局 但是这里还是有一个缺点 这里来讲的话 这个九周的KD值已经进入高档的超买区 那所以说这里来讲 也要小心它往下跌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所谓的一个背离的一个现象 那如果再创新高 这个技术指标没有过来讲 那我常讲的所谓的一个高档背离 也就是说牛背离的一个现象 那这里要小心 那当然我觉得突破一个新高来讲的话 这里变成一个相对的一个支撑 这小燕应该记得13031 那前面那个12197 这几个数字大家都稍微记一下 到目前来讲的话 这个周K线还是连三红 那在连三红之后 以技术面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三阳线之后 这个下个礼拜出现一个黑线拉回的一个机会 就会比较大一点 那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月K线 下面带一个所谓的外资的一个买卖超 那以外资来讲的话 这里连续卖三个月之后 那这里来讲的话 这个迷洋迷途知返 那这里来讲 也是突破了一个这个格局 但是这里我们还是觉得 这也是八个月 第八个月的一个大的一个转折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因为还没有到 还没有到这个月底 所以说是不是为了长下眼线 那我们再看K例子 那事实上这里来讲的话 以长线的格局来讲的话 这都是一个相对历史上的一个高档 你把它缩小一点 每次K例子 越的K例子来到80来讲 都是一个理论上相对都是 风险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架构 那结论就是说 目前整体还是沿着多头的一个架构 那目前还没有出现败向 但是来讲铁战铁丑要小心一点 而且当日出现大量的一个时候 那我们看一下重点新闻 那以目前整体架构来讲的话 我想开始做这个所谓的牛年的一个作梦行情 那我们鼠年是翻天转地 那牛年来讲牛气冲天 所以牛市的作梦行情有机会展开 所以说牛年以往来讲 但是刚好高点是12年的一个大循环 那所以说牛年来讲要且战且求要非常非常小心 那主要是还是看台积电 那台积电我一直给你看到600多 如果跟他换算来讲的话 如果650 台股是要到哪里 如果650我们换算就是15000点 哇 都一幕前 但是有时候都是都涨台积电的 其他都没涨到也没意思 那我们再回到字卡 那以目前整体的一个状况来讲 这个财务状况还不错了 譬如我们有推荐过的长龙 那现在外资来讲的话 有一点在买这个所谓台塑世保 跟互帮金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字卡 那未来来讲的话 选股方向都是拜登的一个政策为主 那就是可能是明年的一个明星产业 可能在太阳能生计 石化跟防疫的一个部分来讲 然后不要占优势 那外资来讲开始欢多为空 那现在有一点在买这个所谓金融股 还有台塑世保 可能这里要可以跟一下这个外资的一个脚步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的一个格局 那这里来讲刚才我们讲到的 就是现在资融金都要创新高 而且量也往上推 所以就这里有形成一个軋空的一个格局 那你看像延电长龙 外资在卖他也卖不下来 表示人气非常旺 像台積电的一个转头是精彩 那我想疫情还是很严重的 然后我想这里 这个我理论上防疫股应该会再来 我们看一下4735的一个好展 这一档我们在很早以前 40几块有推荐 那我们看周K线 你看防疫股真的很变 我们在那个底部的时候推荐 你看一次可以涨100多块 然后我相信以全球在 这个攻防疫的一个概念来讲的话 防疫股应该还可能在这个卷土重来 好我们先请柯Sir回座 刚才谈到了如果以台积电六字头来换算的话 如果台股真的上开一万五千点 有可能吗 但是对于其他的次族群来讲 会不会就没有办法雨露均摘 所以刚才柯Sir讲到 短线上的确还没有看到城头的疑虑 但是且战且走 尤其周K出现了连续两个跳空缺口之后 下个礼拜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那产业当中呢 当然我们看到了在拜登入主白宫 之后这个川普的任期倒数计时 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美国对于中国 还有对于华为原本这么强硬的态度 会不会有所转变 那华为受到的这个禁令会不会松绑 那对于台湾的产业到底是利多还是利抠 我们请杰瑞帮我们做个预告 好我想华为概念股来讲 其实就明年来看的话 我觉得想象空间是蛮大的 因为华为禁令虽然从9月15号开始 但是其实包括Sony包括三星还有像是高通 他们也都取得了出货给华为的这个出货许可 那当然华为自己也没有这个坐以待毙 他也积极的切割了这个荣耀这个手机品牌出去 好像就明年来看的话 华为我是觉得他不会像今年一样一直被打 他可能也会开始有一些反制的一个动作 那随着拜登当选 大家会预期说可能不会再像川普这样子 这个禁令这么的严格 我觉得就华为来看的话 其实明年来讲应该会比今年好蛮多的 好那除了华为相问的概念之外 谁还会有转机呢 好最近法人的回补动作当中 真的都看到这些第四季淡季不淡 尤其是在电子骨的反应 散热真的在第四季有很多的亮点 对营收来讲有没有机会加持呢 建峰帮我们做个预告 好的基本上来讲的话整个散热族群 在今年前三季营收慢慢上来之后 其实在整个第四季整个成长的动人 有四大成长动人 那在这四大成长动人之下呢 其实他第四季的营收还是持续有保障 那我们可以好好来观察说 哪些的筹码比较稳定的 那就是我们投资的一个标的 好更多的详细重点 我们下个节目回来再来追踪 好 好 感谢观看